今天,义能镜现身某机场,经修照片流出后,皮肤白皙的义能镜,整个人身材异,但是,义身搭配也让大批网友连呼了眼睛。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义能镜的搭配,上身是某手齿品牌橘黄色花鸟断带针之衫,上身搭配同品牌金色灵白着群,简约知性,活泼甜美,眼睛50,不得不输义能镜的装技能满分。 但群内搭配的印有某奢侈品牌性木洛的娃娃,就,这可谓是烙眼至极,就连金色状色高跟鞋和那帽子不经意间描制一侧的长卷发都叫不了了。 再看一门镜本人,也像是从一个复古美人秒变痛挖大妈,再厉害的匹图圣兽也无力回天。 虽然这条刺袜看起来很low但既然来自某奢侈品牌,那么它的价格一定不会太低。 下面公布一下这条雷人丝袜的价格,售价560美元,折合人民币专题3000多块。 广大吃瓜群众是不是瞬间又觉得这条丝,啊,也许并没有这么丑呢? 当然,丑也无所谓,反正咱们普通老百姓也穿不紧。 虽然已年纪50,但作为娱乐圈话题人物,乙能静仍然非常具有争议性。 中年少女宝宝乙能静可谓是心态极好,执着坦率,我行我素,素来不为流言悲剧所困扰。 乙能静说,有一种幸福,叫我比你想象的更幸福。 年轻时的乙能静有着一个不完美的家庭,这让她时刻都没有安全感,不是公主的她没有人宠,那就自己宠自己,努力活成公主的样子。 18岁时,乙能静认识了比她大八岁的歌手哈林。 虽然年龄相差略大,但两人仍热烈十余年,可由于哈林家人反对,两人只能孕赴美国。 2000年邀请了少数朋友,进行了过程极为简单的结婚仪式,在亦能静写给哈林的一封封情书中。 她如是说,感谢这世界对我们的不公平,因为这样,我们才会更相爱相守。 从相识,相恋还有中间的一,此分手。 蒙子粘移忧情感充沛,婚后二人秩序相投,分爱非常,共同作词普取的一首春迷,更是表达了两人的情犬情深。 但好景不长,家庭背景加上成长环境不同,二人渐行渐远,直至后来爆出于南星黄维德牵手门事件。 从而与爱情长跑十六年的汉林,就此奔道扬镳,乙能静也因为婚妹劈腿,饱受争议。 多少人为之恶万叹息,直到2013年7月,乙能静拍摄电影《摇滚英雄》,时遇到了自己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男人,秦浩。 虽然相差十岁,但两人相知相恋,携手同行,与别的明星不同,面对感情,乙能静并未遮遮掩掩,而是在柏林电影节的红毯上,面对众多媒体的镜头,一箱口的食指坦然向众人宣布了这段恋情。 无论年龄多大都拥有粉红少女心态的乙能静,多次与怨人秦浩在微博上秀恩爱,撒狗粮,献杀了众多网友。 2014年,乙能静与秦浩举行了结婚仪式,婚后生活温馨而甜蜜,两人夫唱妇催,面对媒体,乙能静总是马脸幸福的称呼秦浩为秦先生。 大秀生活中的恩爱小细节,更是已经五十的高龄,为秦浩玉有一女小米粒,与秦浩结婚后,已能尽欺欲的粉红小公主光环,没有磨灭的生活的油盐浆醋茶中,在操持家务,养育女儿的同时,已能进阶代言,上综艺,还不忘分身打理自己的微博, 与网友们分享自己生活中点滴的温暖小事。 执子之手的老公,成长为少年的儿子,贴心的小米粒,看他的微博,满满溶溢着温暖的人是烟火气息。 年少渴望的现实阿文,这次仿佛终于都成为了现实。 面对不同的质疑,已能进始终十分平淡且优雅。 如今的已能进不仅是一个明星,更是一个吞去繁华,为家人洗手做更仓的妻子、母亲。 岁月从来都是残酷的,但也是平等的。 只要你不放弃,那么终究会得到你想要的。 大家如何看待已能进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